那么在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再看一看 他对哲学基本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历史解答 和逻辑的解答 历史的和逻辑的这样一个解答 在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叙叙当中呢 恩格斯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指出实践对于解决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的意义 那么我们看一看 就是恩格斯在这个第二个问题 所强调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对于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 道理对于哲学的变革有什么意义 道理对哲学的变革有什么意义 恩格斯就说 他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 对于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 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的反映现实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 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呢 归于认识论的问题 归于认识论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恩格斯把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啊 归于这个认识论的问题的时候啊 提出了两 有两种这个提问方式 他强调有两种提问方式 一种呢 是能得思维能否认识现实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他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讲这个同一性的问题的时候 他实际上 我们看他是在什么意义上啊 认识这个 能不能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他的这个逻辑结构的 他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能得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就能得能力而言的 能有没有能力 来认识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能得思维能否正确的 能得思想的正确性 能够能否得到证明的问题 这是对能得认识结果的一个提问 一个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认识他 第二个 我的正确思想能不能得到检验 那就是我已经获得的思想 他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是通过方 什么方法通过检验 那么这是一个 对认识结果的提问 恩格斯就认为 整个近代哲学 我们说他是认识认的 他是认识认的 是因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提问不同 而分成了两派 对这两个问题 首先呢 是对第一个问题的提问 就是说 那些肯定思维和存在 具有同一性的哲学家们 当他认为这个都肯定思维和 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这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肯定能有认识能力 是吧 不管是唯物主义的 还是唯心主义的 他说在这一派当中 既有唯物主义哲学家 也有唯心主义哲学家 那么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他说唯物主义的主张 思维和存在 同一于自然界 而唯心主义哲学家呢 就强调 思维和存在 同一于思维 这两派哲学家 好像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这个基础上呢 观点是截然相反 一个强调统一于这个 自然界 一个强调统一于这个思维 看着是相反 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 都不怀疑思维能够把握现实 也就是说 都强调 能有能力认识 他的外部世界 就是都肯定了 这个能的能力啊 能的思维啊 是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的 是有了这个能力的 那么但是他们感到困惑的是 他们感到 他们所要探讨的共同困惑是什么呢 我们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 但是我们的正确思想 怎么得到证明呢 这就是我们提问的 就是包括我们原来那个读本贵生的时候 我们都经常提出这个问题来 到底唯物主义和维新主义哪个更高明呢 是吧 到底哪个更高明 你说不清楚 那个唯物主义呢 他说那个 我们当时那个 就说 那你说这个唯物主义认证 说 这个物质是第一性的 但是那个物质是从哪来的呢 那维新主义还可以回答 你这个物质是从 这个精神来的 那相反的 你这个唯物主义说不出来呀 怎么把这个物质当北约呢 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 那个唯新主义呢 他只讲了精神为止 那个精神从哪来呢 他还是没有说出来 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和唯新主义啊 他成了一个什么 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悖论啊 互相之间都找不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底 都是走向了一种独断论 独断论 就是说我能够认识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就你能不能认识 你怎么去证明你的思想是正确的 他答不了答案 也就是说 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而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 解决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他们以独断论的方式获得的 而对第一个二个问题呢 他们是无法解答的 是一个感到困惑的 也是着重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正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针对问题上 这个怀疑主义啊 就做出了一个解答 怀疑主义直接解答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修默和康德啊 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 你的这个正确的思想啊 你是得不到证明的 你在这个比方说修默就说 你归拉法拉 你是得不到这个真正的 这样一个肯定的 明白的这样一个结论的 那就提出来以后呢 就是什么 那么第一个问题提出来 既然你的思想的正确性 是无法解决的 不能解决它的正确性 那么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也就质疑了 是吧 我从第二个问题质疑到 第一个问题 既然这个人的思想的正确性 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那我完全可以推翻你 认为你的思维 你能不具有认识 外部世界的能力 不管是思维也好 所以从对第二个问题的 这个怀疑论的深刻性 在什么地方呢 从对人的思想的 这个也就是说 反过来说 就是说这个独断认者 不管是唯物主义者 还是唯心主义者 在第二个问题上 它不能完全解决的话 它的第一个问题 它也解决不了 那我怎么能证明 既然我的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无法得到证明的话 那么我怎么证明 我的思想是真正能够 认识外部世界呢 我有能力认识呢 我有能力认识 只能通过我的思想的正确性 我的这个得到证明以后 证明我能够 我能够活得这种正确性 那么我才能活得 但是你第二 他提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去思考 这个黑格尔也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他找不到答案 怀疑了 你就干脆把这个问题挑明了 所以你是得不到的 你是得不到的 就是说休默和康德 他是得不到的 所以这样休默和康德提出 能不能证明自己的思想的正确性 他虽然是怀疑了这个人的认识能力 但是他是因为 对这个第二个问题 做了一个明确的解答 所以你们是不能得到自己的正确思想的 这个休默的归纳问题 就提出这个问题嘛 你是不能 就是说通过归纳了 不能得到一个 这个普遍性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得到你思想的正确性 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的 那么你既然得不到这样一个真理的话 那么你怎么证明你的认识能力 你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呢 所以他把第一个前提也给推翻了 这就是这个休默的这样一个怀疑论的 这样一个深刻之处 深刻之处 那么这样呢 就由于这样一个怀疑了 所以以休默和康德为代表的怀疑论的哲学家 就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不可解决的问题出发 进一步追溯到人的认识能力 对人是否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这个能力呢 进行了一种批判的考察 所以康德才会去考察 人类认识理性不就是考察这个问题吗 那么我就从这个结论 从我的结论里面来对你这个能力 重新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考察 这就得出了人不能认识世界 至少是不能彻底的认识世界的 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康德说结果就是什么 我只能能的认识只能认识现象 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 不能认识那个自在之物 也就说无字体 那这样就构成了这个思维和存在问题的另一派 恩和之就把它称之为不可自认 不可自认者 不可自认者 那么这样一派哲学家呢 实际上呢 他就认为这一派哲学家 虽然否定了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但是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 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这个作用在什么呢 就是以怀疑人的方式提出了认识人的前一个问题 能得认识人 能有没有能力 认识外部世界 就是有没有一个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问题 也就是能得认识人意的证明问题 你怎么去证明能得有能力去认识外部世界 这样呢 就为这个实践啊 作为认识的概念 所要解决 这个提出来 提出来一个条件 就是要解决问题啊 就是怎么样提取 那么针对这个肯定和否定 这个思维和存在 具有同一性的这样 这两派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啊 也就是提出的一个人的思维 能否认识现在问题 也就是对人是认识能力的一个提问 一个是对人的思维的正确性的提问 如果说这个独断认者 想解决这个人的思维的正确性问题 从第一个 当他提出了这个独断认结论以后 想进一步去解决这个人的思维的正确性 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时候 当他解决感到不困惑的时候 怀疑认者干脆连他一起都推翻了 就从第二个问题推到第一个问题 对他的这个人的认识能力啊 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那么这又是产生了整个近代哲学 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也就是哲学史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恩格斯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说对这些 以及其他一些哲学上的怪论的 最令人信服的博士是实践 即实验和工业 既然我们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 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 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 那么康德的不可琢磨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 在有机化学开始 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 以及是这种自在之物 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 就变成唯我之物了 他说例如嵌草的色素 嵌素 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嵌草根中取出 而是用更便宜的多 简单多的方法 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 他说戈百尼学说 有三百年之久 一直是假说 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 但它毕竟是一种假说 而当乐维涅从这个太阳系学说 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 必定存在一个赏未知道的行星 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 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 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 戈百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那么这样呢 就是恩格斯在这段话当中 他以嵌素的制造和戈百尼假说的证明为例 说明了实践对于解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意义 这一个是个举例 但是举例不是哲学 而是要反映 它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 那么这个哲学问题表达的有几层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呢 就是说它提出实践 在制造某一自然的过程当中 创造了人的认识能力 建立了人的认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 同现实世界的关系 也就是说人的能力啊 它不是天附的 不是天生就有的 它是在现实当中啊 制造出来的 制造出来 生产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呢 就是在生产实践当中提出来的 恩格斯认为呢 就说实践作为检验和 检验的和工业的活动 是能按照自然的过程的条件 把某一自然制造出来 并使其为其自己目的服务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按照自然过程的条件 进行制造本身 就是能的认识了 在这个认识当中呢 既包含能的认识目的 也包含了能认识现实的人动性和现实性 从而证明能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 能是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的 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结论啊 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能够认识外部世界 我们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的 这是马克思啊 和维科哲学的关系里面 你们可以把前面的笔记翻开一下 就是马克思在继承维科的思想 他其中强调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思想 认识即是创造 认识即是创造 就强调啊 能的认识啊是从他 他的认识能力是从他的实践本身创造出来的 在现实当中啊 讲这样一种可能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 所以但是这个 这个思想 是不是讲这个认识即创造的这个思想 在恩德斯治尔讲的实践 他虽然是举着一个线述和戈百尼假说的这样一个例证 但他讲的哲学的问题是不是强调 这个人的认识能力 认识创造活动都是从他的实践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实践不是仅仅一个对结果的一个检验问题 而是研究全部认识能的起端问题 起端问题 你的认识的能力 你的现实可能性 你的检验都应该从这个里面 就说从人识创造这样一个 认识是创造这样一个命题开始 开始讲起 和这个维科不同的呢 维科在讲认识是创造的时候 他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对人性的不确定性 这样一个命题来说明的 而恩德斯治尔强调的 人的创造是什么 是实验的和工业的活动 在这儿 那么实验的和工业的活动是什么 是一种理性的创造 是一种理性思维的创造 所以恩德斯讲的认识能 不是讲的 不是像维科讲的那样一种 私性的认识 不是一种私性的认识 不是私 而是理性 这点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恩德斯的哲学是一种理性的辩证法 是不是一种对的 所以正是因为他对这个工业和这个实验 这样一些科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这个自然科学是什么 创造的是一种理性思维 是一种理性思维 所以从这样一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既是维科思想的一个发挥 同时他又和他的不同 就是说他由于自然科学强调理性 这样一个他又有他自身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 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如何可能的 是如何可能的 第二个他强调实践的结果 可以证明人的认识的正确性 他对这个也就是说 对认识认上的两个问题 都以实践为基础来做了一个解答 对于这个实践的结果 可以证明能的认识的正确性问题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在实践当中 能根据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目的改造外部世界 把外部世界由自在之物 转化为唯我之物 人就从唯我之物中 确证了自己的思想 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 你外界思想的确定 是对自己的认识的目的的实现的一种检验 一种检验 那么从这样两个问题的认述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恩格斯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形成 集起不同解答的一个历史叙述 一个方面的认证了 唯物主义哲学对宗教批判的意义 对宗教批判的意义 结识了唯物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理论根据 就说唯物主义它产生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哲学基本问题 是对这个宗教批判 它整个是对宗教对那种 神的普遍性的一种批判的话 要把神的这样一个 具有神性的这种普遍性 还原为世俗的一种普遍性 或者一种世俗精神的话 那么这个就为唯物主义的形成 找到了它的一个根据 一个理论的根据和现实的这样一个根据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 它们的哲学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它通过对实践的认识意义的散发 实践的认识意义的散发 说明了什么样的唯物主义 才能真正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啊 才能解决真正的哲学基本问题 也就是说那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 是不能解决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的 哲学基本问题 也就是说你不能真正说明 这个神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就是不能说明世俗的普遍性 来批判这个神的普遍性 你要真正说明世俗的这样一个普遍精神 说明一个世俗的普遍性呢 它一定是新唯物主义 而这个新唯物主义呢 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所以它一切应该从实践的这样一个本性 对实践的一个本情认的这样一个散发当中 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 这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那么正是通过实践呢 就走向了一个新的哲学 所以它强调新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时候 是包括不仅包括对这个旧的为 对以近代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一个批判 同时也是对整个近代哲学的 这个旧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 这就是马克思在菲尔巴哈提纲里面 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 是一个崭新的学说 是一个崭新的学说 这样呢 也就是说走向了一个新的 这个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这样一个学说的 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以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当中 比方说在葛莱西那 他就明确的提出来 马克思的这个学说是现代哲学 它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近代哲学 这样呢 他就提到了一个从现代哲学的角度 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新的视野 那么这个新的视野 他的关节点 他的转换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从黑格 就是说从恩格斯 他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认述的这样一个一个关节点 是怎么从这个对维吾主义 和就是对旧维吾主义 和整个这个维新主义的 这样一个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说整个现代哲学 比方说理睬说上帝死了 他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旧的这样一个 这个神学的这种普遍精神 这样一种追求的这样一个哲学 他已经会消解了 那么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 就走向现实生活的 这样一个世俗精神的这个哲学的话 那么可以说 恩格斯在这闪述了 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 说新维吾主义 也是要用一种新的方式 实践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实际上已经讲到了什么 从近代哲学 像现代哲学转换的这样一个光口 它是如何形成的 那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我们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视野 那么在这个新的视野当中 它是如何过渡的这个环节 我们就可以在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这样一个论述当中 找到他们转换的这样一个内在环节 找到他的一个转换的内在环节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这样一个解决 我们看看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就是恩格斯认为工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进步 是推动近代哲学变革的力量 他说在从迪卡尔到黑格尔和霍布斯 到这个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中 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 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 恰恰相反 他们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 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 而日益迅母的进步 在维吾主义那里 这已经是一目了难了 而维心主义体系 也越来越加进了维吾主义的内容 力图用泛神认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 因此归根道理 黑格尔的体系 只是一种旧方法和内容来说 维心主义的倒置过来的维吾主义 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他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工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 必然产生出维吾主义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维吾主义的 这个发展 哲学发展中 而且也 这个 在维 也这个使维吾主义思想 越来越进入了维心主义哲学 这样呢 他就强调 就说黑格尔的哲学啊 当他去对世俗的问题的说明 当他哲学的表现出一种现实力量的时候 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维吾主义 他也是维吾主义 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恩格斯对维吾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解 就是说维吾主义啊 他不是像旧维吾主义啊 仅仅以一种外界的自然物质 来说明这个哲学的问题 哲学的问题 而是以什么 以世俗的这样一个力量 就是他不仅仅是自然的 这样一个外部自然界的问题 而包括对于一个现实的世俗的人的力量 比方说工业的发展 它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内在力量 是吧 用这样一个内在力量来说明 所以呢 这个在说明这个工业的发展 和自然科学进步 对于这个哲学变革的意识 他就特别的强调 自然科学对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意义 维吾主义意义 他说像维吾主义 像维新主义一样 维吾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甚至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的话 是在发现 这个维吾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而自从意识得到维吾主义的解释以后 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呢 恩格斯就把历史的维吾主义解释 或者说历史维吾主义的创立 作为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维吾主义的标志 当然这个历史维吾主义 它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而这就要依靠这个自然科学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观点呢 来出发呢 就是恩格斯从自然科学的进步 说明了这个维吾主义的形式 从这个近代到现代的转变 认为了这个近代维吾主义 也就是从17世纪到菲尔巴哈的维吾主义 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强调了自然科学这个现实的力量 自然科学和这个工业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人的现实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和这个 以往的维吾主义不同 以往的维吾主义 为什么不能够解释 这个不能对这个人类的精神现象 世俗精神做一个维吾主义的解释 那么呢 是因为他们仅仅局限于外部自然 而没有看到人的现实的这样一个 人就是说他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力量 而马克思当他们把这个工业和自然科学 当做全部的这个说明现成世界的力量的时候 他就什么 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解释 是不是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 最初的就是说原初的这样一个物质力量 是吧物质力量 所以他就找到了全部解释历史的维吾主义基础 所以在谈到新维吾主义的时候 恩格斯为什么会把历史维吾主义 作为他们学说的一个标志 和旧维吾主义区分开来 就是因为他们在说明历史 在讲这个历史维吾主义的时候 他们讲的是工业和自然科学 是以这个为基础 工业和工业是什么 能得现实的一个创造活动 历史的创造活动 它不是一个外部自然和外部自然无关的东西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讲马克思在就是在德意形态里面 批判菲尔巴哈的观点 说菲尔巴哈只是直观自然 直观外部自然 他没有办法找到人的现实基础 是为什么呢 他没有看到这个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力量 没有看到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力量 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樱桃树 也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理解的维吾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和旧维吾主义 有一个实质性的区别 他讲的这个维吾主义 不是仅仅讲的一个外部自然界的 这样一个消极的 或自然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东西 而是讲的能的一个创造性的实践的活动 所以他的实践本身 就是能的自我创造的这样一个自然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他的维吾主义是历史维吾主义 而不是一个自然维吾主义 更不是从自然维吾主义 过得到这个历史维吾主义 他连就自然科学的这个辩证法 只是为了说明 这样一个自然的思辨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从维吾主义 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思辨 理性辩证法的形式是如何可能的 他在现实的基础上是从哪儿活得的 他不是从头脑里面 宗教的幻想里面出来的 而是从自然科学的里面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自然科学对于这个哲学的意义 这就是自然科学对于哲学意义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这个他的进一步展开 自然科学到底给这个维吾辩证法 给马克思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